第五十六集 林浩想站起来 但是沈青岚刚才没有手下留情 膝盖上的剧痛疼得他满头是汗 哪里还有力气站起来 膝盖上的疼痛压过了他对沈家的忌惮 看着沈青岚眸光不善 就算你是沈家的二小姐又如何 就能这样的折辱别人吗 沈青岚不觉好笑 什么叫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这样了 如果今天自己的身份跟他对调一下 那么以这个人的心性 他们三个绝对逃不了好 林浩 你果然是不要脸的鼻子 我们今天还就起舞你了 你能咋的 顾羊冷笑 他看着林浩不爽已久 但是像今天这样爽的 还真是第一次 不由的 顾羊看向沈青岚的目光中 带着火热的崇拜 大哥娶的这个媳妇 真是娶得太对了 他决定 他的偶像换成了沈青岚了 又会飙车 又会打架 简直就是他心中的女神 完美 顾羊看向沈青岚的目光中 也带着欣赏 沈青岚居高临下地看着林浩 红唇青岂 淡淡说道 愿赌服输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以后见到我们 记得绕道走 否则 见一次 打一次 不要以为我在跟你说笑 我从不跟人开玩笑 他的语调很平静 甚至没有一丝冷意 但是林浩等人 却莫名地打了一个寒颤 尤其是王波几人 恨不得立刻消失在沈青岚的面前 沈青岚说完这句话 就不再看向他们 转身说了一句 滚吧 赵三和王波赶紧上前扶起林浩 五个人灰溜溜地离开了赛车场 只是林浩临走前 阴狠地看了一眼沈青岚的背影 显然这件事还没有完 沈青岚能感受到 落在自己身上的深深恶意 虽然想一次性解决干净了林浩 但是也有种人 即便撞了南墙 也不会回头 林浩显然是后者 既然如此 他也不介意陪着他玩玩 就是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他是不是承担得起 孙哥已经从疼痛中缓过神来 他看着沈青岚的目光 也充满了部分 这个女人只用了两招 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孙哥的脸色自然不好看 但是沈青岚刚才的话 他也听到了 沈家确实是石邦 需要忌惮的家族之一 沈家的二小姐 还是名正言顺的沈家二小姐 石邦也不会轻易动他 今天这个亏 算是孙哥不愿意 他也必须吞下去 而知道了沈青岚的身份 倒是对他的身手 没有了怀疑 沈家的千金 身手好也不奇怪 沈小姐 今天的事情 是我孙某 事前没有搞清楚 我们虽然得罪了你 但是你也伤了我们的人 这件事就算扯平了 如何 听着对方客气 却隐藏着不甘的话 沈青岚轻轻勾唇 我说过 我今天的心情很不爽 而让我心情不爽的你们 不付出点代价 就想走 他不轻易动怒 但是今天 他心中烧了一把火 这把火 从这些人 提到复衡意的时候 就烧了起来 虽然他现在还不确定 自己对复衡意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思 但是听到这些人 那样随意地提起复衡意 他的心中很不舒服 他不是个会受委屈的人 虽然有人让他不爽了 他自然要找回这个场子 沈青岚靠近孙哥 孙哥一脸防备 下意识后退 你想干什么 这话配上他的表情 让不知情的人看到 还以为沈青岚是个 积不择实的色女 沈青岚微微黑线 看着孙哥 眸光悠悠 石老大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竟然会有你这样的属下 你认识石老大 顾阳和顾凯也是一阵 虽然不认识他们口中的石老大 但是联系上下文 也能猜出这个人的身份 顾阳和顾凯轻嘶一声 对视一眼 眼神凝重 沈家是军政世家 而石帮则是道上的 自古黑白不两立 沈青岚竟然与石帮的老大有关系 这消息 要是被上面的人知道了 恐怕 沈青岚没有理会孙哥 而是拿出手机 拨了一串号码 很快电话接通 谁啊 石峰粗犷的嗓音 从电话那端传来 沈青岚淡淡开口 石老大 可还记得当初那个人情 当初救了石峰 石峰允诺了沈青岚一个人情 原来是小姑娘你啊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说吧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石峰也干脆 沈青岚这么久都没有找他 今天却主动给他打电话 显然是有事找他 也没什么 就是动了石帮几个人 希望石老大卖个面子 不要与我追究 沈青岚开口 说了自己的目的 他倒不是怕石帮追究 但是到底他现在是沈家的人 多少还要顾及点沈家的立场 石峰眼神一沉 是哪个不省眼的得罪了你 你告诉大哥 大哥帮你教训他 这次回来以后 他就叫阿南在道上放出了消息 要照着沈青岚 却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敢找沈青岚的麻烦 而且这人还是石帮的人 石峰表示 他现在的心情很不美丽 沈青岚看了一眼 脸色惨白的孙哥 教训倒是不用了 我已经亲自动手教训了他们 只是希望石老大 看见他们的时候 不会觉得心疼 妹子说的是哪里话 他们得罪了你 你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 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 你尽管弄手 大哥我绝对不会有二话 有石老大这句话 可就放心了 沈青岚受了线 石峰看着挂断的电话 脸色有些不好看 阿南 你去查查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 在扬奉阴违 阿南应了一声事 走了几步 又停了下来 看着石峰一脸为难 老大 我们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查呀 石峰沉默 片刻后才挥手 算了 这件事不用查了 此时孙哥 看向沈青岚的目光 已经与刚才完全不同 如果刚才 还有那么一点不甘心的话 现在 就是完全的害怕了 他哪里想到 沈青岚竟然与石帮的老大认识 看样子 交情不浅 他只是石帮里的一个小头目 平时里 哪里接触得到石老大 他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沈青岚在框他 但是想想今天发生的事 孙哥直觉 沈青岚不会这么做 那个 沈小姐 今天是我孙某 有眼不知泰山 得罪了你 还请您见谅 以后孙某 绝对不会出现在沈小姐面前 要是在街上碰到了沈小姐 我立马绕道 立马绕道 孙哥没有忘记 沈青岚对林浩等人说的话 连忙说道 今天是林浩让你们来的 看样子 你跟林浩 交情不错 沈青岚淡淡说道 平常的语气 孙哥连忙摇头 没有没有 我跟林浩 就是一起吃过几次饭 他在有钱 平日里也大发 所以偶尔会帮他一点小忙 要是早知道 林浩要他教训的人 是这样一个大人物 打死他 他也不会来 孙哥心里 现在恨都恨死林浩了 既然如此 还请孙哥帮我一个忙 要是沉了 那么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 孙哥眼睛一亮 整着疼痛 挤出一抹微笑 您说 您说 不要说一个 就是十个 百个都不出问题 林浩 沈青岚再说了两个字 孙哥立马接话 明白明白 这小子不长眼 心思恶毒 我帮沈小姐 好好教训他 嗯 不是教训 沈青岚竖起一根手指 轻轻摇了摇 是找他 谈谈人生 聊聊理想 啊 对对对 就是谈谈人生 谈谈理想 嗯 沈青岚满意了 挥了挥手 孙哥带着人 连滚带爬的走了 诺大的赛车场 只剩下了沈青岚 和一脸目然的顾阳和顾凯 哎 打算在这里做木头桩子 沈青岚看着一动不动的两人 但淡开口 顾阳和顾凯回过神来 看着沈青岚的目光 透着迥意 小嫂子 你刚才真的在跟石邦的老大打电话 不然呢 沈青岚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难道是跟你打电话吗 顾阳表情严肃 小嫂子 你应该知道石邦是做什么的吧 自古 哎呀 只是无意中帮了石峰一个忙而已 算不上有牵扯 沈青岚打断了顾阳的话 顾阳闻言 心中微微放心 没有牵扯就好 至于帮了什么忙 顾阳没有问 好了 事情结束了 走吧 沈青岚率先朝着顾阳的车走去 顾凯的车已经报废 他刚才是打车来的 现在只能坐顾阳的车回去 看着沈青岚走向后座 顾阳出身了 小嫂子 你的车技那么好 要不还是你来开车吧 他一直都忘不了 沈青岚那炫酷的车技 看着沈青岚不由地发亮 要是小嫂子 能再展示一次 就更好了 听他的话 听得顾凯眼睛也是一亮 大概 男人心中都有些速度与激情的梦 看见那样一场精彩绝伦的赛车 此刻的他们也是热血沸腾 尤其是顾凯 赛车本来就是他最大的爱好 如果不是家中人不允许 恐怕他早已经是个职业赛车手 沈青岚在两人火热的视线中 淡定地打开后座门坐了进去 完全没有给两人表演的欲望 幸好顾阳的这辆跑车是四座 不然三人还真的坐不下 见沈青岚已经上了车 顾阳失望地劈劈嘴 上了驾驶位 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亮亮地看向沈青岚 小嫂子 要不我拜你为师吧 你叫我赛车 我的要求不高 只要教会我连续弯道飘移就好 顾凯无语 这要求还不高 他转头看向沈青岚 其实他也想学 沈青岚低头刷着手机 方彤和于小轩给他发了信息 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没有得到沈青岚的回应 顾阳也不失望 再接再厉 小嫂子 你就教我吧 我很聪明的 保证医学就会 沈青岚不理会 顾阳一路上就一边开车 一边变着花样的 求沈青岚教他开车 就连顾凯都看不下去了 翻了好几个白眼 并且在证实ения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